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没人研究过就少 但是作为我本人来说 就是开启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些 实际一直都存在 但是在我们思想里不存在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实际舞蹈当中 我最早开始进入的时候 是从龙人的手语开始的 还不是从那个舞蹈当中的手型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让我觉得感兴趣有意思 它的表达 你好 对 你好妈 它画一问号 你好妈 包括有很多比如说明天 你看 为什么这就是明天 它就是这样 中国手语明天就这样打 你看 而且还一定要是两个头与这个碰到一起 多美好这个动作 一觉醒来 有点聪明相形嘛 聪明 对对对 先睡 自己当龙亚人 睡 让离开枕头 这个讲得好 讲得好 对 所以在舞蹈当中 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要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舞者 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跳舞而跳舞 我们是为了表达 我们有思想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思想 或者我们的感知传递给看舞蹈的人 所以这个表达语言性特别的重要 舞蹈在我看来不仅是舞蹈 它是身体语言 body language 它是一种语言 它绝对不是傻跳 那对 语言呢 比如说舞蹈 我们说表达感情 这个我们约莫能够体会 表达很多感情心情的这种激动 但是叙事性能吗 就它能讲一个故事 能 印度古典舞就是这样的 完完全全都是 而且特别有意思 古典的那七个流派 讲的都是宗教故事 印度教的故事 用文字表达的 它用整个舞蹈讲出来 非常厉害 就从古传下来的 从古传下来的 他们现在都还有保留 当然 他们最早的时候 印度的舞者 全部是住在寺庙里的 与我们所谓的 现在流行的那样的一个 舞蹈家 或者我们说艺术家 舞蹈艺术家 生活的方式完全不同 他们就住在寺庙里 为讲这些宗教故事而跳舞 就是这样生存的 所以这个书里边 刘安老师 如果作为一个学术著作 基本上主要上述到 东皇 就是墨高窟里面的壁画 那个是一个 印度佛教的重要的中转站 也整个启蒙了 中国的这种 佛教文化 佛教故事 包括舞蹈的首饰 如果再往前伸一步 真的是有点像 唐僧西天取经一样 你去到印度 就把他的那一整套舞蹈家的 这个东西给接上了 等于说 因为我看过一个印度舞蹈家的 纪录片 变幻无穷 几千种首饰 都在讲一种故事 我们现在可能 就是书里边的已经简化了 它有点像戏曲 或者武术 有点城市化 就是 你在往前追溯的话 你有可能建立一套 流言的首饵体系 就是有可能的 从西域取过来那个首饰 建立起东方的首饵 真是啊 对啊 你叫他这么说 你跟我们来了 你觉得他怎么去世呢 比如说 假如说 你想表达一个信息 用什么样的首部动作 印度古典舞里 有一个首饰 是最基础的 如咱们中国古典舞的兰花指 对 这个首饰叫巴达嘎 巴达嘎 巴达嘎本身是没有意思的 没有任何意思 但是我现在来做啊 现在来做 你看啊 印度古典舞有一个动作是这样 我现在不说话 恰饭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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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串 羊肉串 这样拉过来 你看这个首饰 你说咱们要在意大利吃饭了 那你的老外过来说 哎 文涛先生这个饭好不好吃 他讲意大利语 你可能不知道说什么 但你又要讲银河达 你就说OK OK 他讲OK 对吧 老外呀打OK OK 你看敦煌壁画里 这个叫弯三指 印度古典舞里面好吃 他用这个这样的拉过来 OK 对呀 OK OK 多有意思 所以有些东西是通的 我觉得能理解 但是你比如说 你像我们这说的 观世音菩萨经常的这个 什么净平首印呢 什么诗无味印呢 禅定印呢 你觉得这个里边的深刻意涵是什么 它起什么作用 它在这些首印当中 实际都是在诵经 就是传诵经文的过程当中打的 仍旧因为佛教的文化 我自己我虽然不是佛教的信徒 但是文化我觉得是 真的是凝结人类的一种思想的精华 他在打这个印的时候 他的念是非常集中的 所以他才做这个动作 他做这个动作 而这个动作的本身 是帮助他表达 叫诵经的这个过程 就是他人体要有个姿态 咱不能说诵经的时候 这个人是躺着的 对 手是这样放着的 北京瘫 对来了 这也是凶凶 就得 对对对 其实国家正身成义 对 是吧 这个手有很多好玩的时候 我觉得 那比如说说那个 就是有时候你在那个 看在白宫奥巴马讲话的时候 对 他很少手有这样 你比如在前面有个桌子 他这样 你看这个手背啊 按在桌子上就很 就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我讲话你听着 您不可能是这样讲话 对对对对 这也是手印吗 这个不是佛教文化 但这个当中 这个肢体语言表达的一种东西 他的态势是这样的 你就不可能是这样说话 就是求人的 但你看路边坐着的 那个可能身体会不好 或者是骗人的 那个人他说 哎呀 你看你走过来的时候 他不可能这样跟你讲话 对对对 这是就是气 对 他不可能说说 哎呀 文涛哥 你是个名人 你快给我 给我 我在这带着 你快给我点钱 节肥 好玩 对 这是节道的 手啊 真的是很多语言 佛罗伊德说了 语言 有时候会撒谎 但肢体语言 不会撒谎 哎 这有点像微表情啊 就是微表情专家 就通过对人的手势 这个眼睛的扎的程度 和习惯性动作来测试 到底是想说什么 对 这个你看 我一下想到两个 一个就是他说的 就是外国 就是有人做研究 就是说你看 咱俩男的聊天 其实明明那边 一个漂亮妞 是吧 对 你觉得这俩男的呢 怎么能看出 他实际心思 全在那女孩身上 就说拍下这照片 还真是 我跟你这么聊啊 我这个脚尖就对着 他就是说 看出你心里的秘密 但是我还想起 一个事是正经的 就是你那天 讲到梅兰芳大师啊 就是哎 我看了一个电影 就是幸亏是一个 那么老的 当年那个废幕 解放钱 给梅兰芳拍戏剧 那个电影啊 那个后面是钢丝录音呢 那个沙跟下雨似的 而且老卡 老卡 但是结果给我发现了 一个意外的现象 就是说啊 梅兰芳的这么一个动作 这个蝶啊 在卡在每一个地方 都是一个美的瞬间 我就觉得他一定 就怪不得过去说 齐如山跟他在一起 整天在打磨 就是说所有的一个水秀 这个动作从起到落 哎就是说无一不美 就是他他哪怕 你看他放蝶子 啪卡住了 讲得好 他卡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怎么发现 都是一个最美的 一个造型 这个这个这个 很不得了 这个厉害 嗯 我有时候看 就是看那个中国的 有个景上镜 写的一个小说 叫孔子 他就讲 这个孔子跟子路 怎么跳舞的 我就会想就是 把这个大袖子 就这样 然后转两圈 就叫舞蹈了 就是发现 中国的汉子舞蹈 是挺贫乏的一件事 就真正的到了 这个大量的灵活的 还真是 就像你这个书里边说 从隋唐啊 这种开始 从佛教啊 就慢慢的就转型过来 就是这种就出来了 你讲这个话题 很有意思 但我们得去一下广告 将三叶行广告之后见 就他这种观点啊 实际影响很广 就是好像越来越认为 我们汉族人不能歌善舞 就感觉你看 咱弄点什么舞蹈 都是这个少数民族的 或者是当年从西域 传进来的乐舞啊 什么的 你的研究 你觉得咱们汉族人 是不是这方面比较残缺啊 咱们汉族人 Younger多 你看啊 就是劳作时候产生了舞蹈 比如丰收 你看东北Younger啊 我们说 你记得吗 那个有一个舞蹈家 叫王小燕老师 那大姑娘美跳的 我看大姑娘美 大姑娘浪跳的挺好看的 哎 他就关于劳作 然后包括 你看云南花灯 他都是安徽花鼓灯 他都与这个劳动 有很大的关系 包括一些节气 你比如说 那个安徽花鼓灯里 就要大兰花 小兰花 我这个脚做不了 那师范 拿一个扇子 拿一个手绢 这姑娘是这样 是这样 她出来踏青的 脚步轻盈的很 在民间很美 还有包括 刚才老师讲的说 孔子 他怎样舞 大袖子这样一甩 实际里乐的文化 对中国传统的舞蹈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的 当然老庄的那种逍遥游 就是那个 崇尚自然的理念 是非常好的 也是我们中国人 爱的道的一种境界 但是礼乐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要承认 就是在 现实的这个社会的 一个制度当中 对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影响 是比较大的 舞蹈也是这样 六大五六小五 六小五当时就是那些 真的什么 我们说叫贵族 贵族们的孩子们要学的 六小五如果我没有记错 应该有其中一只 他徒手 其他都有一些 所谓的叫道具 这些舞蹈的学习的养成 都是等同于叫教化 它是一种教育 对 规矩 对 你在这个舞蹈当中 它不是仅是释放天心 让你去跳个舞 你在这里面学习到很多 规矩与动作 对 但是舞蹈的本源 到底是什么呢 是为了让我们 抒发我们心里的 什么呢 银歌燕舞啊 还是为了道德教育呢 它舞蹈的起源时期 大概现在规范来看有七种学说 也有游戏说 也有性爱说 然后包括图腾等等 就是说 就起来 最流行 或者我们说常用是劳动 劳动 劳动让 马克思语学说里面比较重要的 我现在比较接受的一种学说 是这个乌啊 就是远古的这个乌 因为它这个 这个祭拜的时候 祭祀的时候 它就是你看 往往是手舞足蹈 一直到现在 你看这个那种萨满教啊 包括那个时候 这个西藏的那种 它都是有一种 就是好像是什么 咱就过去说跳大神 对 它一下子进入了一种 好像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就叫神出啊 还是神入啊 就一下子就是附体了 明白 你跳舞有这感受吗 没去 没去这样去归纳自己 但是 我要这样讲 就是对于我本人来说 真正的舞蹈的表演 不是表演 是自己的状态 日常生活当中 您刚才说 我说留下喝水 就我们喝水啊 吃饭 叠衣服 起来洗 刷牙 咱们在这工作 这都是日常的 但是可能我现在不与你有 这个语言的对话 这是一个舞台 底下都是观众 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做回自我的时候 那是舞蹈 那是艺术 比生活要高一点 抽离一点 那种的 他这个理解啊 是很有意思的 他这个理解 可以理解成一种 身体语言 世界观 就是等于 我们每天生活里 就跟行为艺术一样 其实你这样自己看 自己活得像个艺术家 刷牙 你看 以后 对吧 在财富喝水 以后每天 那是梅买芳先生 对 最近我爱上了刘云 对吧 这样多美啊 这生活 但是他指的是 平常我们都在做这些动作 传达信息 对 可是要到了舞台上 就是抒发性灵 这个语言是用来抒 像作诗 像诗人写诗一样了 另外一种状态 包括刚刚您提到这个屋 就是舞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你的那像 像生灵的那个生态 你恢复了你自己 如果别人觉得你是个疯子 那就是疯子吧 那你比如说 像我们过去说的这种 秋辞乐舞啊 就是等于是西域 乃至印度的这个输入啊 对中国人的这种 教化的这种舞蹈 有了相当大的一个融合 是不是 对 因为在唐朝的时候 真的是像 像我们说 就生活也好了 吃的好 喝的好 然后大家那个胖胖的 富足的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 咱们的疆域 咱们的领土 真的是很强悍的 对 唐文化是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景阳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 很爱那一段的文化 那是盛世嘛 对 所以皇帝在吃饭的时候 就各个少数民族过来跳舞来了 人家那饭一吃四个小时 对对对 都在那跳呢 各个地方的那个少数民族的艺术家们都来了 这天竹也来了 吹着印度的笛子 然后呢 跳到那种舞蹈 哎呀 这皇上一喝酒看着挺高兴 高丽人也来了 朝鲜舞来了 对 所以那个让那个文化变得 就是我们说叫不破不立 太多的变化进来了 而这一切在大唐的那个概念里 他没有排他行 他认为这都是我的 中国人就那个就是真的 我觉得是很大起的 那个包容 所以那些艺术一来的时候 整个我就像老师刚才分析的 是不是就剩下这个袖子的那种 儒家文化的东西 他有太多的融入 但我觉得特别好 丰富 唐朝是舞蹈的开源盛世 我觉得这开源那个时代 他把那个孔子的大袖子舞 我觉得给破了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他就像现在的纽约一样 全世界的艺术家到长安街上去表演 去唱堂会 给皇上 最后形成了这种舞蹈 你会看到当时唐朝的壁画 唐朝的书法 唐朝的洞窟 那他融合的就是一个非儒家的一个中华文化 其实奠定了那样一个基础 因为姓李的 我们姓李的那个皇上 他本身就是少数民族 他不是一个儒家的一个信徒 他用了儒家的一个部分的东西 他又包容了万象 那是舞蹈的可能是最适合的土壤 我觉得 如果按照那个节奏走 那中国的舞蹈应该很厉害的 那个艺术当时多厉害 那个诗歌啊啥的 对音乐真的 要真的在宋陶这个儒学又起来了 又不行了实际上 对 但是今天中国的这个舞蹈 你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来说 包括我觉得变化是真的很大 在这几年当中 我只是自己在经历 现在的创作是真的是 是那真正的 就大家挤着希望是繁荣 就说你看我们北京舞蹈学院 有编导系 然后呢 我们有很多年轻 刚毕业的 我认为是优秀的 学出来的这些孩子们 他们在找各种途径 来实现自己艺术上的想法 而现在 我认为这篇图上是好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实现 就不仅是可悲的去跳那些 比如说歌者背后的那些 北京版 舞蹈 这也是舞蹈的一个 我觉得是电视文艺啊 它是一种一种方式 而且我们最终的服务对象 都是为人民 老百姓看着高兴 那我们舞者在上面跳 他们觉得好看 那也挺好的 但是有时候 我们也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舞蹈艺术 如何以一个真正的 独立的艺术形态来脱颖而出 现在这个土壤挺好的 我觉得 大家都在思考 这个他说的这个 让我想起这个 这个赵如恒老师 就是他就是中国这个 他是芭蕾舞 现在还是团长吧 他退休了 但是我们我们都尊称他 是我们最爱的 对 就赵老师 他就讲的一点 其实跟中国孩子的教育有关系 他就说到外国去参加 那个芭蕾舞比赛 咱们的孩子啊 说不定功夫还比人练得很 他说但是呢 有一个感觉 就是人家那个舞蹈啊 他就他使用一个词 叫自娱性 就是自娱 就是人家是很享受的 跳舞是快乐的 说我们的那是应付大考的 是这种精神状态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是吧 就是说特别的 作为我来说 我现在是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老师 我很担心我们的学生们被蹦脚 被守卫给限制了 嗯 舞蹈的本身是什么 您刚才说到这个词 自娱太重要了 就是你自己都不能够从心灵上感知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传达给别人 完全不可能 但是我们的训练就是说 一直在研究如何跳得好 而不思考为什么而跳 这是这是很大的一个 我们说叫根上面的一个大的问题 这可能是艺术教育里边的一个共通的一个弊柄 是的 不光是跳舞还有画画还有弹琴 只有朗朗的这个玩难度的这种 你真正的说他喜欢不喜欢 或者别的孩子喜欢不喜欢 大家不在乎 大家在乎的是考级 一级一级 舞蹈是不是也要考级 有考试各种标杆 对 完全就规范化一朝一室的去 奔着这个考级走的时候 自己的乐趣就没了 你说的就是最近 我就跟一些个父母亲的家长就在讲 他很有意思 就觉得他说怎么现在今天我们的孩子 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 你看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才拿个纸拿个笔自己画画 现在呢 他是想我得发现 我孩子有什么特长 我对周末参加绘画班 对 结果参加绘画班 发现孩子好像绘画没太大兴趣 参加书法班 书法上第一节课有兴趣 第二节课没兴趣 又古琴班 什么班 后来我现在有个瞎猜啊 我觉得是不是人是这么一种动物 就是所有安排好了的东西啊 他都容易变成负担 就是你看现在这孩子 很多家长都跟我讲啊 就变成除了这个iPad像毒品一样 就一吸引就干嘛了 别的 说说会画 跳舞 音乐乐器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小孩的时候都是自己去找想画画 想干嘛呢 想跳舞呢 对 是 就是说现在有太多的时候 我们就说说这个教育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极大程度的影响了孩子们 甚至有时候这个影响我们说是不良的 这个必须要承认 当 比如说 跳舞 跳舞是啥 我小时候我妈说特斗 那时候没学专业 几岁呢 听的在内蒙 我们内蒙人 听那个唱了 蒙族 他们有演唱会呢 在体育馆 我三岁都四岁站的还算稳吧 说我妈说 哎呦 就也不要说我丢人 怕影响别人 那一唱我就在那个过道上就开始了 你知道吗 这个特别有意思 但是我已经自己没有记忆了 妈说那时候她要赶快把我抱腿上 抱腿上还要下去 但把我腰抱住 那手脚就在那 她身上动 在跳舞呢 所以这个本能的舞蹈与你弄个学习班 那学习班在干嘛 老师不让你放个好听音乐 让你在手舞足蹈 他给你 老百姓叫匹刹 对 树刹 横刹 孩子那能下去吗 还下不去 呲牙咧嘴的每天 你说她一下把这个疼痛印在她脑海里 那是舞蹈 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 那不匹刹能舞蹈吗 实际跳舞真的最初应该是怎样的 我要跟我们有时候考级老师 我们也在探讨 是不是要从这些东西开始 所以我说让他们去了解真正他们自己的那骨子里舞蹈是什么 一种律动 与生命的 与节奏的 与音乐的 然后甚至是一种心情 小孩又伤心的时候他现在想哭 哭你要跳怎样的舞你去去跳吧 所以有时候对教育真的很重要 所以还是回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导之 国外的 有时候看国外的孩子跳舞 跟国内孩子跳舞 国外的孩子跳舞身材五花八门的 很多的小胖子 腿特别粗 根本就劈不下去的 特别开心 爸爸妈妈 你跳得太棒了 中国的小孩 老师他不适合跳舞 让他回去吧 让他换个包吧 最后就全形成了林阳老师这种身材的 就是很高级的这种 那没有那种资质 热爱就喜欢自愚的那些人 就没有机会了 对 所以说呢 你看他这个老外 你就感觉啊 他是全民性的 唱歌跳舞是享受 是吗 在任何场合 就像咱们内蒙古人 就是一喝酒就唱起来了 那汉族人就拘谨一些 他咱们就在乎的 你比如一到歌厅 就麦吧 就让你们觉得我唱的好 专业 要不然我好像不敢开声 明白 那个前一段时间 在北京武岛学院参加一个活动 我们副院长讲的好 他讲美国人对待艺术的概念 提到一个词 叫艺术公民 我觉得讲的太好了 艺术家 艺术公民 你说这个差距 哎呀 中国人集体思考一下吧 对呀 哎呦 艺术公民 就是我就会觉得 你比如说 外国的那种音乐节 都是成千上万的那个欧洲青年 凑在一起 你说他们是什么舞蹈家 就是有DJ打碟 有音乐就起舞啊 是吧 这个 现在中国真的是有好现象 我们刚才您问我说 哎 留言你觉得现在这个整个在现今阶段 这个中国舞蹈 你看那个广场舞 哎 我觉得挺好 真的好 你觉得挺好 我觉得好 有些人不是瞧不上吗 哎 有些人瞧不上 说找民吗 声音有点大 不是 有些人说这代表了一种很俗气的 或者说是这种赤色的红色的 这么一种 它可能具现于集体舞 这是 你觉得呢 我 我觉得老百姓真的是这样 吃好了喝好了 在公共的空间 然后这样锻炼健身室的一起挑个舞 我认为是挺好的事情 你这舞蹈家不觉得他们跳的超过 去